小蛋辛苦了 小蛋辛苦了 小蛋我永遠支持你 小蛋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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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蛋 可患 小蛋 可患 大口 幾個每天到晚 臨時 和主嬷 是 一出場來個大大的擁抱 粉絲好不捨流下眼淚 台灣宇宙一姐戴志穎也跟大家說謝謝 她征戰巴黎奧運宇宙女丹 在分組賽對上泰國好手伊瑟農 雙方背水一戰全力拼搏 第一局戴志穎陷入苦戰 一度以6比13大幅落後 但小戴展開追分模式 為了化解局點 鋪倒在地還不小心擦傷 但還是以19比21讓出了第一局 第二局小戴忍著疼痛繼續努力 場邊觀眾也不斷喊加油 但伊瑟農連續進攻 戴志穎沒能挽回局勢 15比21輸掉了第二局 最後以總局數0比2 結束了奧運之旅 就是這一幕讓不少人又哭了 戴志穎跟伊瑟農賽後緊緊相擁 激動落淚 上一回東京奧運 他們就上演過 San Bia Sen的戲碼 兩人是宿敵 也是好友 生涯對戰36次 戴志穎20勝16敗 這次小戴最後一舞 伊瑟農賽後更說 小戴一直是他的禁止 很高興還能一起比賽 可能也有壓力 也有可能也有傷勢 我們也沒有想到是伊瑟農 過來擁抱 英雄其英雄 戴志穎四度扣關 五環殿堂 2012倫敦奧運直部16強 2016里約奧運並列第九名 2020東京奧運拿下了銀牌 2024巴黎奧運無緣晉級 曾經登頂世界球后 生涯奪下32冠 小戴已經締造歷史 更是台灣永遠的驕傲 TVBS新聞採訪團隊 在法國巴黎一昌報導 小戴小戴最厲害 巴黎奧運羽球女單第二站 台灣羽球一節戴志穎 對上泰國好手伊瑟農 雙方在小組賽上上演 宿命對決 可惜小戴受到傷勢影響 最終已直落二敗陣 無緣晉級八強 生涯也正式化下句點 回頭來看整場比賽 第一局戴志穎陷入苦戰 一開始雙方你來我往 伊瑟農一度連下8分 但小戴還以顏色 展開追分模式 只是失誤還是偏多 伊瑟農也穩住正角 期間小戴為了化解局點 撲倒在地還擦傷手肘 首局伊瑟農還是以21比19 先讀一勝 第二局小戴持續努力 場邊不斷想起粉絲加油聲 但伊瑟農連續進攻 但僅沒能挽回局勢 也沒追近比分 最終以15比21落敗 結束生涯最終戰 兩人在賽後緊緊相擁 激動落淚 顯現好感情 和滿滿不捨 可能也有壓力 也有可能也有喪事吧 我們也沒有想到是伊瑟農 過來擁抱 英雄其英雄 其實戴志穎和伊瑟農 去年冬奧就宛如神仙打架 從季以來加上本次奧運 兩人開戰36次 戴志穎20勝16敗 這回可惜輸給伊瑟農 直播巴黎奧運小組賽 現在先沒有想太多 我想先過一下 就是每天不用被鬧鐘叫醒的生活 戴志穎四度扣關五環殿堂 回首過去 2012年當時小戴年僅18歲 直播16強 2016年取得並列第九成績 2021年東京奧運 可惜败給中國一姐陳雨菲 拿下銀牌 今年巴黎奧運最後一舞 無緣晉級 小戴的傳奇羽球生涯 也就此結束 還是帶給秋迷 無限感動 TV的新聞採訪團隊在法國巴黎報導 市區有蠻大的提升 就很開心 但還沒結束繼續努力 謝謝大家 我們繼續努力 李洋賽者很緊張啊 不會啦 其實他們今天表現的 其實第一局比較緊張一點啦 那因為大家也都一樣 那後面其實發揮很正常 那第三局其實應該是講大家應該都體力下滑啦 那最後這個Deuce自己心態上擺陣 覺得很好 很棒 好 下大雨了 小戴的部分開一下 小戴 小戴喔 小戴 欸 我稍等進去看一下 再說吧 因為他現在還沒出來 他是不是受到傷勢的影響 其實在這個表現上面 在移動上面跟遺忘還是有所差距的 其實這個奧運就是一樣啦 可能也有壓力 也有可能也有傷勢啦 那我們進去稍微看一下 等一下可能 奧運與球 雙男組合交手 王麒麟和李洋對戰中國隊的 劉宇誠與歐選意 中國隊在前場速度非常的快 王麒麟幾乎成了中國對手狙擊的對象 但李洋的補拍也在第二局 為夥伴王麒麟製造更多進攻機會 第一局17比21小輸 但在第二局彼此都更加平民 因為要是0比2輸給中國大陸 將可能面臨被淘汰的局面 好在在第二局的尾聲 李洋配再度展現高度默契 21比17百分一成 也提前確定能夠晉級8強 李洋配這回被分配到 有5組選手的死亡低組 不過他們已經連續撂倒 日本丹麥和美國組合拉出三連勝 而在這關鍵一賽 也迎來小組賽的最終戰 面對世界第九的中國組合 李洋配第一局有點幫手幫腳 小小落後 第二局重振旗鼓 第三局中王麒麟連續背後擊球 李洋在旁補拍表現相當精彩 但是在第三局的中後段 雙方進攻防守 誰也不讓誰 讓比數相當膠著 不斷平手 整個過程高潮跌起 甚至進入第四個賽末點 雙邊更是緊張無比 不過林洋配一樣 沒有讓台灣人失望 在最後一球勝出 這65分鐘的比賽 2比1獲勝 而這也是林洋配 生涯第一度 擊敗中國選手 確定挺進夏愛倫比賽 晉級前八強 TVPS團隊 法國巴黎報導 抓緊時機奮力出拳 台灣拳擊女將美少女 吳詩儀在巴黎奧運 女子拳擊60公斤級八強賽 對上厄瓜多選手 帕拉修斯 第一回合 吳詩儀發揮優勢 頻頻進攻對方空隙 也讓對方屢屢揮出空拳 可惜未獲得大部分裁判青睞 暫時以2比3落後 第二回合 吳詩儀重整旗鼓 壓制對方的發揮 來到第三回合 吳詩儀不給對方太多進攻 跟得分的機會 綁住了積極的攻勢 最後主審也高舉吳詩儀的手 代表他闖進四強 確定保底銅牌 而這也是台灣 在本屆奧運的第一面獎牌 吳詩儀的下一場比賽 將對上杭州亞運 金牌得主 中國隊好手楊文璐 而去年吳詩儀就是敗給了楊文璐 這一回他不想輸 拿出最佳表現 力拚獎牌橙色升級 不過另一名台灣拳擊好手 甘加威則在男子七十一公斤級 十六強賽敗給了美國選手 教練有跟我說那個戰術 但是我一年之間沒辦法那麼快轉過 甘加威拼佔精神受到肯定 而他的下一個目標是二零二六名鼓亞運 未來將會持續努力為台灣 為自己爭光 TVBS新聞採訪團隊在法國巴黎一張報導 巴黎奧運男子桌球單打賽事 台灣小林同學林雲如 十六場迎戰 斯洛維尼亞選手約基奇 兩人過去招手過三次 這一回再度過招 林雲如開局一比四落後 一路猛追到九平 最後靠著一技幸運擦邊球 十一比九先持得點 第二局林雲如在七比九落後狀況之下 連拿三分搶先聽牌 之後雖然錯過了一個局點 但是友禁無險以十二比十拿下 第三局十一比七 第四局也是十一比七 再連下兩成 確定闖進了八強 至於另一名台灣好手 十九歲桌球小將高成睿 則遇上第十九種籍 丹麥選手摩甲德 雙方戰況激烈 雖然高成睿開局打出不錯的氣勢 但最終卻遭到逆轉 無緣晉級八強 他在賽後則說 自己會記取經驗 繼續努力奮戰